大家好 我是茶道社的社長 嘉慎妮 然後我們聽到客戶是茶 茶的油來 皮脂 還有紅醋等等這些 茶的油來 傳說神龍市在樹下燒水休息 一陣回風不過樹燒 幾片綠葉 茶出的綠葉 水風飄落 滾那個 燒開的水中 神龍市飲用後 發現茶水清香乾甜 飲用後覺得神氣氣爽 精力充沛 從茶中式就成為中國人最初飲用的 茶的柱子 喝茶可以調配身心 也可以讓自身變得更有修養的氣質 然後不容易暴躁 生氣 也可以改善自己本身的體質 喝茶通常有意無患 除非選錯時間喝茶 不然身體不會有太大問題 就好比說你晚上睡前 卻喝了茶 然後就會導致睡不著等等 然後茶葉本身還有 對人體有益的危害元素 例如維生素 蛋白質 氨基酸 以及礦物質元素 有些對於人體有保健的藥用成分的 例如茶酪酸 咖啡鹼 以及指多糖這些等等 茶的好處有六種 茶能消除疲勞促進行程代謝 並維持心臟 血管 胃腸等正常性能的作用 飲茶能抑制細胞衰老 只能延延易受 茶葉的抗老化作用 是維修術的18天以上 飲茶有延緩和防止血管 令膜直 斑快 形成 防止動脈銀化 爆血壓和腦血酸 飲茶能深入神經增長運動能力 飲茶有良好的減肥和美容效果 特別是烏龍茶對此效果有為明顯 飲茶能保護人的塑造血機能 茶葉中含有 彷彿受物質 並看電視邊熱差 能減少電視輻射的危害 並保護施力 謝謝大家 我們話都會到這裡 謝謝